日前一大班港者候選人就去變一變髮整整整整整整整頭 而大熱門的湯鎮業的姊女湯羅雲 整整了頭之後 很有禮貌的完全不回答記者任何問題 還說一聲就走去搭地鐵走 但相反另一邊亂版湯瑩瑩又不同說法 變完髮後就約了一個女性朋友給人看她的漂亮頭 然後她們就萬無目的在商場上不停走來走去 以為她會買東西 錯了她什麼都沒有光顧 只是留了一個線影 站在那裡拍一張照片 放在姿勢上 做什麼? 每天拍照做準備? 但將來沒得說電話 每天照片就不會聽電話 他們拍完照片就搭港鐵閃了人